大家好,网球老梁 咱们今天继续学习 The Inner Game of Tennis There is a far more natural and effective process for learning and doing almost anything than most of us realize 有一种更加自然和有效的方法 对于这个学习和做事 比我们想象中都 更加都自然和有效 It is similar to the process we all used but soon forgot as we learn to walk and talk 它和我们过去用过的其实很像 几乎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很宽望 就像我们学走路和学说话 It uses the intuitive capabilities of the mind and it boasts the right and left hemispheres of the brain 它使用的是什么? 它使用的就是直觉的潜能 就这种直觉能力 然后大脑的直觉能力 以及大脑的左右半脑 那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学习这些东西啊 其实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是用大脑内部的一种潜能,一种直觉 这种直觉能力去学习 那么学的就会更 其实学的就又快又自然又有效 以及 大脑的左右半脑 也就是说我们的教员在教学生的时候呢 我们在教 课的时候我们得知道 哪些动作哪些行为哪些事情 用到的是大脑的哪个 左半脑还有右半脑 就换句话说我们的有一定的 心理科学的这个基础知识 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 别学那些习惯 哪些习惯? 那些影响到这些本能发挥的习惯 有意思啊 就是说他这个话 潜在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的学的东西 或者教的东西 其实呢 影响或者限制了 这个学员 或者这个球员的潜能发挥 他是说这个意思 嗯 具体来看我们说个小例子吧 你会发现 中国球员 的动作 不管发球啊 正翻手啊之类 都很标准 或者说都基本上比较标准 但是你看外国球员 很多球员动作 都是什么呢 都是很有个性的 也就是说 看出来没那么标准 但是呢 很适合他 那么 那些教练当时 我想那些教练 当时为什么没有去校正他们呢 对吗 我相信 这教练可能就是觉得 他们这样打 觉得最舒服 他这样打 如果能把他的最大力量打出来的话 那为什么去校正 对不对 所以说在教练员有意识到 每个球员是有潜能的 你才会去真正去发现他的潜能 然后最后呢 你才会去运用他的潜能 因为 球员自己是不知道有潜能的 他意识不到 因为他毕竟年纪小 意识不到 但是有经验教练员 是应该是能够看得到 也能够发现的 然后加以很好的利用 开发 然后最后说 And then to just let it happen 然后呢 就让这个本能 就能去 相当于说 跟着本能走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就我们有时候看那个国外教练 他们在 他们的那个讲打球动作视频的时候 比如说正手啊或者发球 他就会说 一句话 翻译回来中文就是什么 让这个球拍啊 自己往前走 不要控制球拍 就当你打正手 你发球手 让这个球拍自己走 然后让这个球拍 带着你 带着自己 向前走 这种感受 这个其实我们中国其实是 平时我们是不熟悉的 因为我们认为球拍是都是人控制的 我怎么可能要球拍带 怎么可能要球拍带着 带着我走呢 但实际上 有经验的 会打得好的 你都会有那种感受 你这个球拍挥过去 你真的挥得好的话 那球拍向前甩的过程中 那拍头 他真的就会带着你走 你对他 越不要控制他 那个拍头 他 他走得 走得越好 速度越高 Let it happen To uncover and explore the potential within the human body is the quest of the inner game In this book it will be explored through the medium of tennis 揭示和探索人体的潜能 是这本书的目的 在这本书呢 我们就通过网球这个媒介来探讨 所以说我们就知道 这本书其实就是讲 如何在网球运动中 发挥个人的潜能的一本书 其实说到这儿以后 我觉得我想到另外一个 想到一个中国的话题 可能比较好理解 就是如果我们把 练习这些动作啊 记载术啊 脚步啊 我们把它理解为外功的话 那么你的内心博弈 这就是内功 对吗 我们都知道 你如果像说 练功不练内功 到头一场空 如果你的内功 不够深厚的话 你的武功 不会高哪里去 对不对 所以说他 这个我觉得 用中国通俗的这个 这个说法来解释 就是这个意思 你打 你学网球 你不仅要学外面的技术 你更要学什么呢 你更要学内心的博弈技术 内功 我还是要学你 我还是要学习了 看到 我还是要学习了 我还是要学习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